来关注各报头条 为期三天的土著经济大会今天登场 美日新闻封面报道 这场大会将成为土著繁荣发展的垫脚石 不再落后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 专注的十大领域包括教育改革 人力资本掌握新科技等等 放眼改善整个土著社会的经济发展 新海峡时报就聚焦明天开跑的 服务税8%的新税率 上调税率预料会导致各种商品价格上涨 不过不少商家为了留住顾客 决定了自行吸纳成本维持当前价格 调涨服务税的就包括电费 不过南洋商报封面引述 财政部秘书拿督左汉马莫就说 大多数家庭都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只有用电超过600千瓦 是才需要缴付8%的服务税 而大约85%的家庭用电量 都没有超过这个限制 只需要缴付原油的6%服务税 水费则是完全没有征收服务税 好 我们换一个焦点 旅游促进局新总监已经上任 但是前总监阿玛尔贝降职风波 还在延烧了 那国门乌鲁登加楼区国会议员 罗索华西就怀疑阿玛是因为不满 旅游部长都司理张庆兴 没有准备猪肉菜肴以及种族原因而被降职 罗索华西昨天在国会下议院 要求张庆兴解释 究竟阿玛是不是像民间所流传的那样 因为在部长出访辽国的时候 不给张庆兴准备猪肉菜肴 或是因为他是马来人而被降职 还有传闻指阿玛尔不同意 临选张庆兴的职子 成为某机构的旅游官员 结果被降职 罗索华西就认为阿玛尔拥有36年的服务经验 还拥有旅游管理学博士学位 绝对有资格也能够胜任旅游促进去总监的工作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预报 今天的天气预报我们可以看到 早上的天气还不错 半岛除了登加楼局部有雨之外 其他州属都艳阳高照 东马就比较潮湿了 我们看到就是沙巴山打根 古达还有沙拉越古静等 九个地区会下雨 来到下午的时段 半岛五个州属的部分地区有雷雨预报 包括霹雳 雪兰鹅 森美兰 马六甲和柔佛 吉兰丹北部地区也可能 会下雨 其他地方维持晴天 东马只有纳敏还有沙拉越的家博放晴 其他地区会有雷雨 雨是预料会持续到晚上 半岛更多地方会在晚上下雨 只有北马霹雳和登加楼没有下雨 好 今天的气温最高是摄氏34度 最低摄氏24度 三岛四都会发跌出 敌人的气温最低摄氏34度 从前面目中 就多据所有人的气温最高 西温最高 天后二掌氏3度